8月30日 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一架CR运输机从齐域县的入坚基地起飞 前往左鹤机场运送由暴雨导致的石油泄露所需的吸油电 据报道 日本九州北部28日遭遇特大暴雨 导致左鹤县一家工厂的废油被冲走后 灌入旁边一所医院的一楼 180余名患者被迫紧急转移 CR运输机是由日本川崎重工业为航空自卫队研发的军用运输机 是为了接替日本于上世纪70年代启用的C1型国产运输机 新一代运输机在设计上谋求实现大型化 该机全长43.9米 翼展44.4米 高14.2米 最大运载重量达30吨 约为C1运输机的四倍 而且续航能力也有大幅提高 C2运输机还是个多面手 它还可立即漂亮转身 成为空中预警机 空中加油机 远程侦察机或者战略轰炸机